大家好 大家知道了 昨天中國推出了一條網絡遊戲管理的法案 這個法案還未推出 只不過是中國宣佈了這個法案 現在是公開徵求大家的意見 但大家都知道 其實在中國來說 有誰贊成 誰反對 誰反對 就被梁家輝一巴掌 打關斗 基本上中國大陸推行的這個方案 其實都接近落實 當然 做樣子都要的 中間會有些東西修改 即是雜思趕益 即是從善如流 但整體來說 大家可以參考這個法案的細質 這個法案對遊戲界會產生一個很大的影響 其實真的 但是很稀奇地 其實我是支持這個法案 好老實說 看完之後我覺得OK的 為甚麼呢 扯聽我尾尾道來 跟大家說一下這個法案的立法 其實主要的法案 我覺得是針對一些網絡遊戲 簡單來說 就是手機遊戲 現在這個年代的網絡遊戲 其實只有MF14 魔獸世界的小人玩 加上在大陸來說也是這些 首先跟大家說一下 首先 限制這個遊戲的 過度使用 以及高壓消費 高壓消費 簡單來說 大家知道是課金 第一 第一 網絡遊戲不可以設置每日登錄 首次處席 連續衝席等 有道性獎勵 第一條已經很震撼 大家知道 其實任何手機遊戲都會有每日登錄 每日登錄時有獎勵 作用很簡單 就是綁住一個用戶的黏度 令到你可以每日登入都還記得有個遊戲 其實這件事不涉及課金的 但可能他覺得 這樣做就會令到人太前身 綁住你 好像你的日常生活就離不開 你每日都要登錄一下 這個又好又不好 但其實我覺得如果要破 如果捉他自失的話 又不難破的 你每日登錄不行 我每兩天登錄行不行 再不然我每個星期登錄行不行 其實這件事到底容不容許你這樣走遮面 我們拭目以待 第二條就是首次充值 這個其實我有沒有必要按呢 就很少 因為通常手機遊戲都有8元儲值 送個女報 趙雲那些 這個其實是無雙大雅的8元雞這件事 但他都照按 接下來這個就比較有些問題 連續充值等有道性獎勵 連續充值是甚麼意思呢 因為最近有三個殺剛剛火魚 其中有一個都是連續充值 連續充值兩次 648元人民幣 即是你當7800元 連續增值兩次 他就會送多一次給你 或者我們最簡單的理解 就是我們的首次雙倍 即是你第一次充值有兩倍鑽石 那些其實都是屬於一個有道性獎勵 連續充值 這是禁止 還有大家最關心的VIP算不算呢 理論上VIP也是一個連續充值和有道性獎勵 所以理論上 字面上來理解 其實都是要禁的 大家最厭惡的VIP 所以你說這個法案 我就很支持 因為為甚麼呢 有些人說你自己不課就行 只是要登出Apple的帳戶 要特意登出 讓自己的課金麻煩一點 所以其實他現在一刀切 加上他這樣 如果令到這個遊戲廠商的生態改變 課金這件事 其實是不是會有一個嚴重的 其實我也覺得課金這件事 手機不是很好 即是不是開玩笑 我覺得 金麻煩太大了 即是788 只要抽不到 只有30-40抽 其實真的是 是時候要改了 想不到是我們中國政府先帶頭 其他甚麼給你時侯 最多都是禁止轉彈 但他一定有辦法要你貨 但現在不是 現在中國大陸基本上跟全面禁止沒有分別 第二就是網絡遊戲出版經營單位不得已炒作 拍賣等形式提供或縱容虛擬道具的高價交易 簡單來說就是禁止8591那些 其實這件事你一向禁止 例如買幣才說 這是高價交易 以及拍賣等形式 這個就是Diablo 3 但現在已經沒有了 但其實中國有很多網友的先見奇俠 液水汗 他們其中遊戲中有些拍賣系統 那些其實都是一個炒作 因為他們是可以用完保的交易 所以理論上這些都是禁止的行為 所有網絡遊戲需設置用戶充值限額 這個就很嚴重了 有一個非常嚴重的 然後他們說什麼遊戲應該以一個 用戶非理性行為 什麼警告提醒 但這個充值限額其實 其實現在也有的 現在是為什麼有呢 現在就是你通常第一次充值 他問你多少歲 其實那個就已經是一個充值 我這件事其實就關不關事 如果照理解就不太影響 為什麼呢 因為你成年的話 你就無限制了 當然因為我們不用實名登記 但是大陸那些是要身份證的 那就是小朋友是 20歲以下 一個月最多幾千元 但是成年就沒有限制 當然這個對於我們成年人來說 沒有 但是如果他現在 他現在說如果你成年都要限制 那這樣就糟糕了 那就是課長就從此絕跡 因為你人人都是課那麼多 當然你的限額 當然你的限額就是 你不會設定100萬 我相信最多是設定幾萬 你對於課長來說很容易達到 那這件事就看看到時怎麼安排 然後 再獲得國家出版主管部門批准出版錢 網絡遊戲的測試 即是內測封測 用戶人數不得超過2萬 測試用戶資料作刷盾處理 這個是不是針對米蝦油 我不知道 你經常聽到元神的內鬼 泄露這些浪費 內測你自己找自己的內部人員 糟糕 整天又想免費 其實你找到那些數人 他一定會流出的 是不是很簡單 網絡的東西 只有多鮑魚 不如直接禁止內測好過 那測什麼呢 你自己內部部門做的 有什麼理由叫人測 測你屁股 這個其實跟我們沒有關係 接著下面 具備以下情況之一 遊戲都視為網絡運營商 要得到國家主管部門推出的版號 現在都要版號 公共提供可直接註冊登錄器客戶端 向用戶收費 這些不關事 可能現在有些劣質的手遊不需要 我不知道 總之以後統一 總之都需要申請版號 但是大家知道在大陸申請版號的困難度有多高 不知道 再提供抽取機制服務時 應對抽取次數各概率作出合理設置 不能有道網絡用戶過渡 其實這個 你怎麼都是過渡消費的 其實你沒有的 你說抽取次數即是保底 簡單來說 怎樣才是合理呢 這個要不知道 例如你200抽保底 即是你元神90抽小保 100抽大保 這個合不合理呢 你問我我覺得不合理 我覺得10抽最好是10抽保底 10抽都說了100-200元 這個其實 看字面來說是浪費的 因為什麼叫合理呢 現在也有的 概率有多少% 沒用的 我只是0.1% 抽不抽 不抽就罷就 然後抽取次數 你如何為之合理 這個其實浪費 這條我沒什麼用的 因為現在的遊戲一直有保底 然後 因為用戶提供虛擬道具碎碗 使用網絡遊戲幣直接購買等其他獲得相同的道具 其實這個也是浪費的 因為三角殺也是 其實現在也有的 即是直接購買 如果三角殺抽祈福 你抽到那些幣 你也是可以用那些幣直接購買 但問題你是不是真的保底 其實浪費了 根本這個就是保底 我不明白這個設定是什麼用 然後 不得發佈那些證明文件不存的遊戲廣告 不得作出虛假 其實這個你跟Yubi說吧 那些事實和遊戲都不符 然後有個東西就是 網絡遊戲直播 不得出現高額打賞 即是小奇點 或者火箭那些 他就不得出現高額 怎麽為高額 這個又是一個字面上的執 是什麽為高額 一千元算不算高 還是一萬元才算高 如果你不能夠出現高額打賞 可以把我購買一千元高 我便把他刷500元分兩次倒立 又可以 很多這些奇怪的東西是不知道的 這件事當然是直接影響到一些直播主 但我這個台一直沒有人倒立 你先說不太受影響 加上可能有些 即是打開LOR 或APEX 那些可能會更多 然後 其實主要都是這些 其實我對第一條最感興趣 不得設置每日登錄首次充值連續充值等誘導性獎 這個如果真的執行的話 我相信對遊戲生態上都會有些改變 你 誘導性獎勵這個其實真的很屈肌 例如連續充值那些 到底遊戲廠商 道高一尺就魔高一掌 到底他們會怎樣破解呢 我們拭目以待 如果真的想課金絕跡 其實就沒什麼可能 就繼續看下去 然後被成年那些 其實也不關我們事 看得我這個台也成年 就算你未成年 你不是大陸人其實也不關你事 理論上就是這樣 總之都是那些 其實現在的對美成年日其實也很嚴格 一個星期只有兩個小時 你還想怎樣 其實說真的 這個就算了 總之大致上 新聞就是這樣 其實這個消息一出 中國兩大巨頭 就是騰訊 和 網易 股價大跌 跌得很極 第一 騰訊好像跌了 差不多24% 大家知道股價跌24% 好像最高跌過26% 是有多麼嚴重的一個行為 基本上如果不是CEO有醜聞 或者甚至是 大鑊東西 你這樣跌其實很誇張 跌20%跌4分1 你也算是一個 大鼓來的 不是那些 就是那些妖鼓 跌26% 現在網易就好像跌了 也跌了十幾% 不是 騰訊跌了15% 網易跌了26% 幸好米蝦油沒有上市 不是一定跌 基本上一定 這些消息一定跌 我剛才說 很奇怪 阿爺剛才說 不讓別人唱衰經濟 或是唱淡經濟 但一會兒你發出這樣的新聞 雖然我是贊成 我是贊成他的法案 但這樣一定會令到 遊戲的股價下跌 雖然知道 中國遊戲產業 已經跳出了世界 我覺得已經算是一個中國巨大的產業 而且它發展前力很高 因為基本上手遊無可否認 真的只有米蝦油 你只有米蝦油那些 原神崩鐵 接下來有絕驅靈 其實已經跳出了國際 甚至乎Sony PlayStation 5都大推 甚至乎最近幻塔那些都上了 相對看日本 韓國那些已經 顏色微得很緊要 沒有人想理 日本的手遊廢 什麼衛藍法則 都不用試了 所以我覺得 遊戲產業在中國 近年發展得很好 但現在中國 如果不是中國 豬多祭爪 無論在劇情上 女國的衣著上 其實會有更大的突破 內涵現在已經祭爪到 但如果你再製作一條法案 到底會不會令中國遊戲產業 進入灰色地帶呢 即是寒冰的時代 我們就拭目以待了 但在玩家的角度來說 其實如果真的可以 壓制課金 我覺得是好事的 適度課金 這樣就OK了 回復我們以前玩 天堂隆族 只是課月卡 其實那時候也不是 只是課月卡 等沒有大貨獲職 到底會不會有這樣的環境 你想多了 我覺得一定不會 我們看看遊戲公司 如何拆招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下次見 拜拜